谁也没想到 刚刚登基的汉高祖刘邦 第一个要杀的便是对他有救命之恩的丁弓 来人 让汉称丁弓 要往曹氏问斩 五年前 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 却被项羽打得丢盔卸甲 一个人四处逃跑 不成想却被项羽帐下的丁弓率兵拦住去路 没有办法的 他只能恳求丁弓放自己一条生路 发誓日后一定报答 二日若本王得了天下 必封王次绝于将军 在项羽帐下只是个无名小卒的丁弓 瞬间看到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一旦刘邦最后真的赢了 他便是有功之臣 决定放刘邦一马 末将如此待你 日后要对得起末将啊 却没想到 短短五年的时间 之前那个还在姚维祈求自己放他一命的刘邦 摇身一变成为了大汉的开国皇帝 丁弓看到了做大官的希望 他直接来找一母同胞 且在汉朝坐廊中的记录 想要让他做个中间人 提醒刘邦兑现当年的承诺 但不成想 记录直接给他浇了盆凉水 死一时比一时 当初他的命在你手里 他为了活命 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如今他是天子 你的命在他手里 记录看得很清楚 现在的刘邦已经登基当了皇帝 肯定不愿重提当年狼狈的场景 但是看着眼前这个 一根筋就要刘邦兑现诺言的丁弓 他知道自己怎么劝阻都没有 只好顺着丁弓的意思答应去帮忙试试 显地不听人劝 为兄只能依你了 但是本来不抱啥希望的记录 却没想到 自己的随口一提 却让刘邦真的在认真思考 而且还一口隐瞒 让丁弓来日后的朝贺大典上 到时再行风赏 请你转告丁将军 等到元月一日 请他参加朝贺大典 记录虽然没看明白刘邦的用意 但是他深知 做了皇帝的刘邦 是完全容不下一个 曾经被过主 现在还写恩图报的丁弓 所以他想趁着朝贺大典还没开 再尽全力地劝丁弓赶快回乡 但是不成想 他的一番苦心 却被丁弓给误会成眼红 与你相比 我总算对他有恩呢 他能用你做郎中 我官位应在你之上 这算彻底断绝了 记不想劝丁弓回乡的心思 只好让丁弓如约地 参加朝贺大典 就这样 丁弓在朝贺大典上 正喜滋滋地 等待刘邦的封赏了 但是不成想 刚才还和风细雨地 诉说着当年情义的刘邦 转眼就雷霆大怒地 问责丁弓 丁弓 你身为霸王部将 我尽忠职守 挣钱谋私 该当何罪 其实 记不想的完全没有错 已经当上皇帝的刘邦 哪能允许别人对自己邪恩图报 更不用说当年的彭城兵败 就是刘邦最狼狈的样子 而恰好丁弓就是那个狼狈时期的 刘邦的见证人 丁弓此来完全就是在给刘邦递报 更不用说 刘邦要用丁弓的例子 告诫所有归祥的楚将 不要两面三刀 法人今天杀他 就是为了告诫世人 做人做臣 不能学丁弓